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社區會堂 政府已經按了2021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集項修訂條例的要求 今天舉行了第一場 包括有中西區、灣仔區、東區 南區區議會議員宣誓的儀式 作為行政長官受權的監視人 我會依法辦事 是按照相關的法律的規定 考慮區議員宣誓是否有效的 今天是有一名的區議員 就是沒有出席宣誓的儀式 所以就是被已經 說回那句 今天有一名的區議員 是沒有出席宣誓儀式 所以是以被視為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20A條下拒絕或者忽略 作出誓言的情況 因此按照該條例的第21條 這一位東區的蔡志強議員 是質須離任 而是不會安排重申宣誓的 今天稍後的時間 我們政府會發出新聞稿 統一公佈 清楚說明今天出席宣誓儀式 總共有24名的區議員 當中有多少位呢 宣誓有效 以及監視人對其餘 有多少位的議員 如果是他所作的宣誓的有效性 或是存有疑問呢 我們都會跟進的 如果當中涉及有違法的行為 有需要的話 我都會將那個個案 轉介給有關的執法機構去跟進的 其餘那三場的宣誓儀式的安排 也都會在我完成 今次第一場的宣誓儀式之後 完成所有程序 我們會盡快落實 以及會適時公佈 多謝各位